带状炮诊案例 温哥华契女士 56岁 原始点志工 2018年7月1日 右边近肋骨部位 阵痛难耐 躺下时右背及胸部疼痛 7月5日 背部开始起诊 红肿并有水泡 干姜粉将温水成姜泥 敷在患处 在温敷超过10小时 一日发现蔓延到肚脐部位 背后出现水泡红枕 红枕蔓延 开始服用浓浆汤30克 全身按推 全天姜泥温敷 每次6至8小时 经过4天处理 开始结痂 7月10日 用姜泥温敷后全天休息 睡垫暖床 晚上睡眠时间延长 疼痛减少 7月12日 手部冰冷 紧急服用30克参汤 精神立刻转好 恢复暖和 温敷前抹上一层姜糕 再撒上姜粉 效果很好 红枕当天结痂 结痂变平 消退变淡 带状泡枕的疼痛 不是几天就能解除 但若加强运动 疼痛就很快改善 在修复过程中 需补足内外热源 并充分休息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一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